酸甘妈祖宫天上圣母圣诞千秋文化祭5月6号举行徒步绕镜祈福活动 玉里镇长表示跟随妈祖持杯脚步绕镜会越来越有福气 而妈祖宫的董监士团队也表示说很感谢各个宫庙信众热情参与 才可以举办精彩有意义的活动让妈祖宫可以凝聚满满的人气 由玉里镇长龚文俊点燃炮竹 揭开酸甘妈祖宫天上圣母圣诞千秋文化祭的活动 5月6号妈祖宫举行徒步绕镜祈福的活动 玉里镇长表示跟随妈祖持杯脚步绕镜会越来越有福气 今天这场盛事非常感谢我们玉里镇存甘妈祖宫 以及尤其是宪府金会的资源 让这场的活动能够在玉里镇不但是对于宗教这一些庆典 能够做人心补味跟保佑 那更也带动玉里的经济繁荣 妈祖宫董监事团队表示 感谢各宫庙的信众热情热心参与 才能举办精彩有意义的活动 让妈祖宫凝聚满满的人气 妈祖宫在我们台湾地方民族已经历史悠久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社会是比较现代化的 跟以前传统社会农业时代已经有一个断层 非常多的老人家信徒希望以前那种庙会活动的情境 很怀念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玉里妈祖宫就遵循大家 各位信徒的意见 我们办理徒步 全程徒步绕进祈福的活动 来为大家所有的信徒来祈福 公文君表示 希望能够祈求妈祖保佑和家平安赚大钱 更感谢妈祖宫 董监事的团队 志工朋友发扬宗教文化艺术 整个绕进活动从早上的七点开始到傍晚的五点左右 跟随妈祖徒步游巡的信众 祈求来年能够平安顺利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